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裁判好好說 我是Mr.Blast 崇偉 那今天一樣邀請到我們裁判長 錦雯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那這一週呢 一樣我們經過了四場 非常非常激烈的比賽 那一樣 也是有一些判決 我們需要拿出來跟大家討論的 讓大家說明 給大家聽的 好 首先第一球呢 那這一球我們要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請看 你不能再移動了 雷特回到場上 哇 人過球流 楊敬明的動作很大 覺得這球根本就沒有犯規 他今天打得不錯 不要因為這個球造成被驅逐出場 因為現在已經被吹了第一個驅逐犯規了 因為其實看慢動作重播 他認為跟很多沒有碰撞 對 對 對 而且最後的球其實也碰到了很多的腳 應該 敏哥 我們冒手家楊敬明 這球被吹了一個犯規之後 然後有一個很生氣的動作 然後摔毛巾 然後被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老師要不要說明一下整個過程 這個球裁判是有誤判 然後 當下因為 他看到的 這個防守動作跟進攻手的動作是有一點接觸 所以下這個哨 這個球是誤判的 那造成後面 梁敬明的技術犯規 那老師這一球 所以我們會針對誤判的裁判去做什麼樣的處置嗎 這個8號裁判 我們會在 考核裡面 有所記點 有所記點 如果累計到三點的時候 我們會在後面 會讓他休息一到兩週的吹判 對 因為其實我們裁判的管理辦法裡面 我們有個裁判的管理辦法 對 裁判的管理辦法 裁判的管理辦法裡面 其實會針對大家 裁判的每一場去做考核 然後記點數 那也許 累積到三次 那他會停吹一到兩週 如果再持續記上去的話 那他可能就 都不能吹 然後要去重新培訓 那甚至季後賽 可能也就不會排他 這一類的規定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針對裁判 也是有非常嚴格的一個制度 來讓他們知道說 他並不是今天就來吹一場比賽 然後好像 剩下沒有他的事 其實因為比賽之中 裁判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確實也希望讓裁判 都可以跟著大家一起往前進 然後也都 把比賽好好的呈現給大家 沒有錯 對 所以 當然不希望大家把矛頭都指向裁判 因為也希望讓大家理解說 我們針對裁判 並不是沒有考核機制的 好不好 所以這位裁判 這次我們做了這個決策 然後讓他記上一點 這樣 好 老師 除了這一球誤判之外 因為有誤判嘛 所以 敏哥 技術犯規 就是後面的技術犯規 因為敏哥那個球 他裁判最判的 老師你不能加敏哥 然後你加敏哥不對 我加敏哥 還比較對 然後你不能加敏哥嗎 對對對 阿明那個球 可以講了 可以講可以講 阿明那個球 阿明那個球 裁判催完了以後 他很生氣 後來摔了毛巾 那裁判 另外一個裁判 當下給他一個技術犯規 那個行為是在籃球場上是被引起的 所以當下判了一個提議 對 但因為這件事情 他是有因果關係的 就是他因為前面的誤判 敏哥自己知道說 我沒有犯規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然後所以他就很生氣 摔了毛巾 那一雙毛巾很帥 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有看到敏哥的肌肉嗎 有嗎 看到他的肌肉嗎 哈哈 好 但是 因為 這就是一個在籃球場上 不被允許的動作 所以這個技術犯規呢 是沒有辦法被取消的 可是老師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在討論說 他是不是可以不要被累積到自己的上面 這個 我們會送給 機率委員會來做決定 啊 是我累積在個人的 技術犯規 六次裡面 有機率委員會來做決定 是 因為其實呢 我們聯盟在前幾期的裁判 好好說裡面也有說過 就是每個秋天七他有六次 被記輸犯規的機會 六次之後就會競賽 不是 不是競賽 先罰款 先罰款 六次之後會先罰款 啊 競賽一場罰款 對對對 競賽一場然後罰款 對對對 所以就是 六次技術犯規 那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是因為裁判的誤吹 導致有後面的事件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件事情送上 我們的紀律委員會 去重新來 審視這件事情 看是不是酌情 也許不記錄在這六次裡面 對 那這個有結果之後呢 也會再公布給球團和大家知道 好嗎 好 處理完了 敏哥這個 這個吹犯之後呢 那有沒有接下來 看另外一球是比較嚴重的 比較惡意的犯規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危險的犯規 我們請看 正偉想要切入時撞到王伯智 王伯智動也沒動 哇 正偉在空中整個失去平衡 好像被卡車撞到 哇塞這個 左手有揮 有揮擊的動作 我們夢想家 博智 王伯智 在正偉切入的時候 前面要去協防 後面給他來了一個 老師要不要說明一下這個狀態 這個動作在籃球比賽當中 也是屬於危險動作 而且又是頸部以上 這個球是在籃球場上 是違反運動精神的 而且又是從後面下手的 而且下手當下非常的重 導致球員有受傷的疑力 所以經過聯盟這邊 影片檢視以後 決定這是危險動作 然後要留守罰款 針對這次的這個動作 我們念在初犯 然後罰款五千塊錢 那還是要提醒所有的球員 就是這些危險的動作 不屬於籃球場上的動作 盡可能的不要做 要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好 除了這個 這次的這個比較危險動作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危險動作 我們一樣也先來看一下影片 哇 這一球老實 是我們塔幣的動作 塔幣的動作 對著我們的韋傑惟 這一個一揮 老師要不要說明一下情況 阿 傑惟惟他是空手球員 阿 穿過去的時候 到中間地帶 然後剛好塔幣走手 來了一個 一樣的動作 從後面頸部 阿 直接把他摔下去 阿 就造成傑惟如的倒地 阿 這個球經過聯盟的影帶檢視以後 也屬於非常危險的動作 好 決定開滑 是 我們這一次呢 因為塔幣其實在上週 已經被罰過一次了 對 那這次呢 是我們的累犯 所以呢 在第二次的罰款呢 我們罰款會金額為兩萬五千塊 那這個呢 也會通知到我們的球團 還有我們的球員 對 那這個也是 再一次的呼籲所有的球員 危險的動作 不屬於籃球場上的動作 真的不要做 真的不要做 對 老師其實針對籃球場上 我們有很多的肢體 碰撞啊 接觸啊 這些事情 就是 以一個 裁判的經驗和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的話 球員可以怎麼去回應這些 身體的碰撞 其實 我先說明這兩個動作 都是非正常的籃球比賽的動作 那正常的比賽籃球動作 你是合法的接觸 合法的身體接觸 那沒有伸手出來 伸腳出來 其他的接觸都屬於正常的合法動作 那如果你出手 有出腳有影響到其他的就是 不正常的動作 包括 非法掩護 非法掩護也是一樣 佔就定位以後 你再伸屁股 再沾手臂 都是有可能被裁判罪犯犯規的 了解 所以其實 相信球員們其實都了解 對比賽的了解 都比一般的 觀眾朋友們深 他們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也是練習 或是怎麼樣導致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還是一樣 保護對手 也保護自己的身體 我覺得這次籃球場上 大家都不希望看到 發生誰受傷的事件 對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球員我們共勉 希望打一個激烈 但是呢 不會害大家受傷的比賽 畢竟籃球真的是一個 其實高風險的運動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好 那麼這週的裁判 好好說呢 就到這邊差不多啦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 問題 對於我們裁判的吹判呢 有什麼建議 都可以寫在下面 對 都可以寫在下面 留言給我們讓我們知道 檢榮老師呢 也都會看這些回覆 看這些留言 那我們也會討論 喔 最後有一件事情 你要告訴大家 老師我借一下 那個 紙 我們呢其實 有在上週有跟大家說 我們還是有做 每一週的 評量表 有做每週的評量表 那這一週呢 其實像孟朗嘉有寫了 非常多的建議 那這邊不一念出來給大家聽 但這些建議呢 還有這些疑問呢 我們都會做一個 書面的裁判報告 回覆給球團 那這件事情 我們有持續在做 絕對不是上週 就拿出來量給大家看 然後就什麼都不繼續了 這件事情我們持續在做 每一場比賽結束之後呢 每一隊都會給我們反饋 那他們針對 吹判啊 專業性啊 各方面會去評分 同時如果有一些 對於吹判的 有文字上的建議 也都會寫下來給我們 好不好 告訴大家 我們裁判持續有在 進行這些努力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裁判好說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我是崇偉 我是吉隆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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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